秀林乡公所有建于乡内 崇德村水域油气产业蓬勃发展 以及未来发展的愿景 第一次办理了 丙级独木舟教练证照班 SUP历史华奖证照班 丙级硕西教练的证照班 分三个梯次办理培训 希望能够培训辅导近60位乡民 取得中华民国体育总会 丙级证照 课程的内容是结合了理论和实作 实作及测验场地 包含有鲤鱼潭、翡翠骨 借以培育出更多的秀林乡 观光从业的专业人才 旧文乡公所有建于乡内 崇德村水域油气产业蓬勃 以及未来发展的愿景 首次办理丙级独木舟教练证照班 SUP历史华奖证照班 丙级硕西教练证照班 分别三个T次办理培训课程 培训局以及辅导近60位乡民取得中华民国体育总会 丙级深造 课程内容结合理论以及实作 实作以及测验 并且包括了驴毕潭以及翡翠骨 借以培育更多秀林乡观光从业专业人才 秀林乡公所有建于我们崇德地区的水上活动观光发展的需要 以及我们乡民的水上活动教练从业的需要 所以我们今年首度办理观光人才 独木舟教练证照班以及SUP历讲证照班 以及溯西教练证照班 那我们办理日期呢是 连续三周的每个星期五到星期天 那3月12号到14号是办理独木舟教练班 3月19号到21号是办理SUP的历讲证照班 以及3月24号到26号是办理我们溯西的教练证照班 那总共我们希望能够培训60位乡民 他们可以取得中华民国体育总会的一个秉级证照教练班 让我们的游客在从事水域活动的时候可以更安全 一方面也提升我们乡民在就业上面的一个竞争力 修林箱公所期望透过专业训练课程 整体主任能对海洋文化与运动知识的能力 并且带动修林箱在地产业经济 为了应用修林箱未来生态运动观光人潮 并提供大众休闲安全品质的观光服务 以及配合国家体育运动发展的政策 以及推动水域安全的体验 提升国人休闲运动观光的概念 丰富国人正当休闲的水域活动 以推广安全并且加以促进水域运动的安全观念 并将概念落实在民众水域休闲生活当中 强应政府所提倡的运动休闲观光的发展为目标 接着就会喜欢我们的频道